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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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了 小朋友開心走出教室 地內國中過去的校園廣播系統 是沿用消防廣播設備 傳達的效果有限 最近獲贈一套新的校園廣播系統 不只有上下課的鐘聲 還有英語廣播系統 捐贈儀式在地內國中試聽教室舉行 校長張彥婷特別感謝永昌福人社 捐贈新的設備嘉惠學子 那地內國中呢 從民國86年創校以來 到現在 其實呢一直都是用消防系統 在做一個訊息的傳遞 因此呢 在廣播設備的部分呢 是真明顯的不足 那正好有這個機會呢 有得到這樣的一個協助 讓廣播設備呢 可以做了一個改善 那也改善了呢 出示跟同學們之間 訊息傳遞的一個溝通的管道 那還有我們的音聽 段考的音語聽力測驗 也可以更清楚的 希望能夠更清楚的一個運作 捐贈儀式上 包括永昌福人社社長 李逢成 基隆分區助理總監 蔡聰明 市議員陳怡 及基隆福人社 新北瑞芳福人社等 同酒色色友 一同出席捐贈儀式 這一次我們基隆永昌福人社 很開心的能夠參與這一次的 我們店內國中的這個 校內廣播系統的這個改善計畫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店內國中自從見校以來呢 其實學校長期就一直為這個廣播的 這個效果的問題所苦 那我們的張校長也非常的努力跟認真 他在到任我們的店內國中之後 然後就跟我們福人社也取得了聯繫 那我們知道了這個訊息之後呢 也非常的積極的聯絡了我們基隆 各個分區的福人社 一起來投入我們這一次的 這樣的一個捐贈儀式的活動 那也得到很多的回饋跟支持 那在今年的4月15號 我們終於把這樣的一套 專業優質的廣播系統呢 在我們的店內國中建置完成了 那我們也相信這一套廣播系統 未來也能夠發揮他希望中的功用 為我們全校的師生帶來他更清晰 然後在校務的傳播上 也可以達到更好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定內國中他校園蠻廣大的 校舍的散步也不是很集中 因此在這個一套統一的廣播系統 對整個學校的運作跟活動 是有很大的注意 那有鑒於這個校內原來的廣播系統 已經老舊 常常會有這個故障 或是效果不好的情形 因此我們在年度裡面呢 就協助定內國中 來完成這廣播系統更新的活動 讓學子們可以更安心更方便的來上學 今天陳怡很開心呢 來到定內國中跟永昌福人社 還有基隆九社的福人社 一起協助定內國中的廣播跟音聽系統 因為現在108的課綱呢 很多小朋友呢 都必須要用聽力的 那聽力有時候英文 一個發音不標準的話 其實學生聽起來也蠻吃力的 那很開心呢 陳怡跟福人社可以一起來協助我們 定內國中的音聽系統 希望呢 學生呢 之後呢 的考試會越來越好 越聽得清楚 永昌福人社 持續關懷在地學子的就學環境 這次捐贈價值42萬元的 校園廣播系統 期待透過新的廣播設備 讓地內國中孩子能夠安心就學 校方能夠藉由新的設備 將訊息清楚傳遞給每位師生 記者 黃少鳴金融報導